福建上赛季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从常规赛第一场开始 福建队就呈现出了糟糕的状态 在两名外援没有到队的情况下 他们的成绩一泄千里 12连败令人大跌眼镜 最终仅取得13胜39负排名第16位 除了糟糕的战绩之外 球队在防守端表现出来的松懈态度 更是让人不满 球队的场军失分联盟最高 防守效率排名联盟倒数第一 盖冒数排名倒数第一 篮板球数排名倒数第二 抢断数排名倒数第三 或许是因为球队这样糟糕的战绩 王哲林在休赛期选择出走 多年来福建一直围绕着 王哲林和陈林坚舰队 作为福建队的内外核心 王哲林和陈林坚的存在 保证着球队的实力下线 上赛季 王哲林和陈林坚场军合力贡献 37.2分 14.8篮板和4.3次助攻 二人是福建队得分最高的本土球员 说他们是福建队的基石 丝毫不过分 特别是王哲林的作用 绝对是不言而喻的 有无王哲林 福建判若两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不仅是球队的主要得分点 更是队内的精神领袖 尽管如此 福建队还是失去了大王 好在陈林坚选择留守福建 休赛期获得了地类底薪续约合同 除此以外 福建通过影员得到了老将张永鹏 从王哲林交易中得到欧俊炫和潘威 广州队的刘峰博也被福建队任理 选秀大会上 福建用状元签摘下王毅雄 6号签摘下林一阳 23顺位签摘下库尔班 25顺位摘下庄战 欧俊炫上赛季在上海仅5.5分 3.8篮板输出 这其中有他出入CBA的不适主因 也有斯帕夏为战绩 只让他打替补的外因 如果通过休赛期自我努力 以及福建队重建的大环境 欧俊炫能够证明他去年状元的天赋 将为福建迈向重建正轨 迈出夯实一步 新科状元王毅雄 拥有敦时的身板和可开发的射程 他和欧俊炫的联手 能否弥补王哲林的内线空白 我们拭目以待 林一阳上赛季代表夏大的14场COBA 场均14.4分4.7篮板外 他还有场均9.4助攻和2.6抢断输出 登顶助攻王和抢断王双王座 优异的大局观和传球视野 精准的传球能力 让他有望成为福建的本土首席大脑 潘威 上海的第一高中生 在上海队的全运会预选赛上 无场比赛小伙子场均18分 4.2篮板2.8次主攻 已经印证当初球队对他的期望 刘伟接班人 所以他才能成为王哲林交易中 福建队所要的重要筹码之一 如今的福建队球员阵容 对比上个赛季的要年轻很多 没有了王哲林 新赛季的福建队将会由陈林坚 带着一众年轻球员打球 这次的重建能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翘首以待